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安装逃生利器保护全家人 国际私组会300V2区第四专区第七分区 联合捐赠570纸住警器给消防局 尤其新北市五楼以下公寓居多 也未设置消防设备 住警器安装简单如能普及化 相信能守护更多的民众居家安全 针对五楼以下公寓来说的话 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针对这件事我觉得美妆 这是美私一妆 那在针对说我在发起 跟会我这下面五个分会 来做一起共同做这样的热心公寓的社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荣幸 一起参与共同社会服务的事情 中低收入的 还有或者是有些无居的这些老人 都在返桥的 那么我们会来优先来做装饰 我想经过装饰完之后 只要家户有这个火灾花生 我想可以借由自警器的一个掀起的 这样的一个检视 可以来安全来做一些地单 火灾最容易发生在行动力坠落的深夜 或是清晨的熟睡时刻 透过安装助警器 当守夜者 越早发现火灾 越早逃生紧急灭火 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dang,人吃不兀的 快点 回来